台湾素有蝴蝶兰王国的称号 在全球蝴蝶兰市场中 每10颗蝴蝶兰有7颗来自于台湾 台湾所生产的兰花大多停留在观赏用花卉阶段 在荷兰兰花产业逐渐壮大的压力之下 台湾势必得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产业的道路 本技术乃是利用成功大学兰花研究中心 20多年来之研究成果 将其在兰花晶片、兰花基因库 以及许多生理、生化之研究应用于开发蓝胚素 利用基因晶片确认兰花胚胎干细胞之品质与表现 再经由一连串萃取过程转化为蓝胚素 以生物科技替兰花加值 这些能够开出亮丽花朵的蝴蝶兰 来自台湾兰农不断的兽粉交配 受粉之后必须经过150天的果家成熟 才能孕育出数万颗粉末般细小的种子 透过兰花组织培养技术 将兰花种子培养在无菌的环境中 孕育出蝴蝶兰的生命起源 兰胚 兰花胚胎除了含有营养成分外 更表现许多生命体生长发育之活性物质 我们测试了不同的培养条件跟时期 经过专业研发人员细心挑选 选用不同生长时期的蓝胚 利用先进生物科技技术 找出具有细胞修护 修补抗老化能力的基因 首先进行蓝胚中的核糖核酸萃取 以零下196度C之低温 进行蓝胚细胞粉碎 经过均匀混合 高速旋转分离 再进一步萃取有效的核糖核酸 最后使用维穹纸胶体确认基因表现 藉由生物晶片及次世代定序技术的辅助 鉴别最佳化蓝胚的基因表现时期 确认蓝胚素最佳化时期 进一步利用组织培养大量繁殖 为了完整保留蓝胚中的有效成分 透过极低温的冷冻干燥 将蓝胚干燥脱水 并且以超低温细胞组织粉碎仪 将蓝胚粉碎成人体肌肤 能够快速吸收的奈米颗粒 奈米化蓝胚粉末 透过不同的萃取方式 找出最佳化蓝胚素制成 蓝胚素是兰花胚胎萃取精华 对人体肌肤十分温和 细胞功效测试结果 于低浓度下具有抗氧化能力 角质层细胞再生 与表皮细胞增生能力 蓝胚素具有六大功效 刺激抗老化基因 提升肌肤紧致度 促进老肺角质形成代谢 强化肌肤防护 促进表皮细胞再生